打倒廣告政權 聲音流家 請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Radio 2015 你炸肚腸 去廁所排長路 用炸炸雞 做功夫炸肚腸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七月月費未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大家點點滴滴的持續支持 對MyRadio的將來非常重要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躍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玉敏踩場 現在同意 否釋政治 好 回到第二節了 剛才那一節 也看到 現在不單止立法會崩壞 連政府的AO系統都崩壞 去到那些場面 基本上是一群人坐在那裏 被毓民罵 搞睡 大家看到這個環境 真是傷心 另外一件事 剛才第一節 其實在毓民說 七一街站的地點 應該補充一下 街站應該有五個 一個在天后 一個是紀利佐治街 一個是銅鑼灣維園入口噴水池 一個是鵝頸橋 另一個是秦道惠里 時間亦不同 天后那個就是 朝早的11點至3點 紀利佐治街 也一樣 還有維園那個 分水池入口也一樣 但是如果是鵝頸橋 和秦道惠里哥 一個是兩點 一個是兩點半之後 是去到遊行的對味 是不是 這個我們會放在網上 剛才我講到一塊塊 因為沒有這張紙 大家就注意我們的公佈 多些人來幫忙 另一件事我想講 就是 其實香港 大家這幾天都會知道 也不需要 實際上已經串任 這個暴力城市的階段 我提到這件事 就想告訴大家 如果七一街日 有什麼人 或者什麼勢力 想挑釁 其實就 不要在那裡做 因為我們不會跟 現在的和理非非 默默承受 這些暴力的行為 是會作出反應的 那個反應包括報警 或者是自衛 那就不會讓你打的 我講這件事的原因就是 其實這番話 我很想之前已經想講的 但是 發展到這幾天 我覺得 那個情況 已經去到 臨界點了 你再搞下去 很多人是不能忍受的 你見到黃之鋒 在家裡打他去除 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 打你不用理由 是嗎 打完之後 又可以讓場而開 不是的 我想跟施鋒說 打著一半都要還拖 是吧 你二對二 是吧 你現在不能打不還手 是吧 當然 就是 類似的情況 我想陸續有 你就是昨天有一個黃國 你看到 黃國就是還拖 現在 不是只是被這些人 動手 動手 那些人 一樣被人打 其實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 你不還拖 人民獨 然後警察就放他走 那是怎樣 一定不要去動手打人 不要自己動手去打人 被人打 一定要還拖 是吧 我說的 是吧 這樣就很趕 打完黃之鋒 然後打陳之鋒 是吧 我最怕現在是 阿雷 黃太陽 因為他又是 那麼瘦 這些呢 已經很多人認得你 下單有機會被人打 所以要小心 真的 是吧 還有一樣東西 打完你走 是吧 那證明 你沒有任何的 這個 申訴的機會 第一 不是坐在那裡 被警察打 是吧 看到 在這個 漸望期間 是吧 第二 被這些藍絲 被這些 那麼刺激 被這些流民組織 是吧 你想想 你這個大波man 跟黃陽 打打你 是不夠膽 你拿著麥克風 在西洋賽街 是吧 他們全部是 有 有組織的 是吧 你說這邊 這本土力量 本文錢 他們去 趕這些大媽 他有組織 是吧 是 你那些沒有組織嗎 是一樣的 大哥 那我拗頭了 那條西洋賽街 喂 現在真的 你擺街站 都沒得擺的 他做多一批大媽 下來 把樂器放在那裡 整條馬路在那裡跳舞 就是這樣 不知道 其他區 其他區都有 現在玩這一招 是吧 香港現在變成什麼呢 請問 是吧 還不抗拒 還任你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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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從黃之鋒 這個呢 大家可以看到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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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是吧 我們呢 永遠就不會 去 去 去撩人 是吧 或者 先動手打人 但是 怎麼可以被人打呢 是吧 現在不是打一次嘛 是啊 不是打一次的嘛 你習慣成自然 有空就打你 不用你了 你好像上個星期走來 走來為 為這裏 那你如果那天不是說 走出去做他一個回應的 那明天就來了 當然了 那他們知道的 收到風 七八十人 是吧 整條街周圍都是人 那你就來了 是吧 那一定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的 那怎樣 報警署 有報啊 我們有報啊 那怎樣 報就一定報的 是吧 但是看到那些警方人員 怎麼做事 現在的訊息很清楚的 是吧 你有這些行動 他就會來了 他們的人 是吧 現在最好 你可以拍下 拍下那些人的樣子 什麼樣子 就知道了 很簡單 有教頭 有什麼 退休警務人員 還有一些 就是不同勢力的人 那 但是又如何呢 又如何呢 不 我們現在單頭行街 都有機會被人打的 那我沒有單頭行街 是吧 我都經常單頭行街的 我看電影 撞到你 對 我經常單頭行街的 我司機更老過我 靠他就死了 他整個病 不要這樣說 整個病 這些不關你的事 這些不關你的事 大哥 他開車而已 開車裡眼亡八方 大哥 大哥 你怎麼會這樣說 那個不是那個司機 只是開玩笑而已 我意思呢 我如果被人打 我被人打 都是孤立無緣的 是吧 那夠膽你就試一下 跳下去 很簡單 這個世界 是吧 怕兩份而已 怕了這麼多 是吧 一到這個地步 就很可悲 正可悲 這個妖獸都市 現在是 香港五年前都不是這樣 還有你黃之鋒這些 同一條女生看一場戲 你走路真的要左望右望 如果這樣 是吧 多沒有安全感 是吧 他都很老實 他自己將當時的情況說出來 就不似有預謀 或者是被捕他的 可能就是見到他 拍得他 是吧 吳順昭 就罵你 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回去就有得威 暴公 是吧 也極有可能是那些藍絲 不知道 是吧 現在要等警方查 是吧 這些 真的 等他抓到人的時候 到時上法庭 能不能管得到 都還有一個問題 是吧 你現在看好 沒有信心的 你就是在昨天 無論那個執法的情況 或者電視台的報道 基本上你是 就是很難去信任 現在 沒有的了 那些警察勵牌 互送那些打人的人 來場 真是 那他 他明其明 我當時 處理這個很混亂的場面 我當然要推一邊 先走 兩邊在這裡 劍拔勞章 永遠 是那邊 是那邊 那邊 永遠是打人那邊 真的 這個真的 佔領期間 大家已經看到了 那誰可以搞 沒什麼的 你這些警察這樣做 他上面是有order的 有按照指示來做的 那些警察執法 那些本身是機器 對嗎 當然這些機器 有些也有自己的 所謂政治立場 不要說政治立場 是欲污 是嗎 就是欲污 一看見你就 那些廢青 已經不順眼了 那些廢青 他們借一些東西 自己私下都會說 在他的群組都會說 那些群組有外資格 我怎麼知道呢 下次見到誰 我會打齊他 那是這樣的 有一次還說 你那樣動蚊 見到他借一點 買藥 都可以的 喂 你本身就已經有一個很清楚的 所謂辱戶 傾向 那你去執法 就是這樣 好了 再加上你上面 又去縱容這些行為 打完沒事 打完沒事 很簡單 那七警 不是光天快日 晚上一刻 拍得清清楚楚 七個人到現在未告 那段片拿了獎 拿了獎 現在反過來 有個警察被人七個遺甲 那你怎麼猜 現在已經在坐牢 是不是應該在坐牢 法庭定了序 已經在坐牢 即是不能反過來 好像我這樣 抓完了 時間多久 半年了 有沒有聲氣 沒有的 你可以找律師去問他 就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踢了保 普通襲擊那件 是不是 那我會寫一封律師信去 喂 律政司 大哥你告不告 你搜集那些證據全部 要消毀 打那些手指毛 全部要自動消毀 是不是這樣 他有個機制 結了案 就要全部消毀 是不是 他這樣說 好了 那個煽動非法集結 喂大哥 麻煩 你這樣拖到什麼時候 拖我一輩子 是不是 有個譜 你還在調查期間 那你拖我一輩子 要麼你就告 真的要這樣 那就繼續拖你 永遠勾住 你要去移民 你不用此意 你拿梁文證 警察鑑證科 給不到梁文證 給你 就說你有兩件案子 調查當中 我給不到這個 無法處 紀錄證明書 是這樣的 那你移民也不用二 這樣玩 你行不行 是不是 現在很多人 可以被他這樣勾住 還有很多 那這些是否濫用權力 請問 做這些事情 其實 你以為方便執法 其實是沒有好處的 因為你會令到那些年輕人 是很討厭你的警察 是不是 那你說 你將來怎麼管治 很討厭你的政府 喂 這些事情 織織織織 當然阿鵬馬強弱懸殊 你們有武器 胡椒噴霧 胡椒噴霧 什麼春都有 那當然是強弱懸殊 實際上不是的 這邊人多 實際上不是的 這種執法的方式 是令到 大部分香港市民對你 對你很反感 那你將來怎麼執法 當社會出現動亂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辦法制止 有時候公權力的伸張 有一個前提 是維護公義 去伸張公義 去行使公權力 當公權力 當然公權力的行使 是很消極的 你明白嗎 不能夠積極的 如果積極去行使公權力 就沒有人權了 預先防犯罪案 是嗎 很簡單 每條街的路線 都沒有拆 犯罪率一定是 急劇下降 每條街 做一個路線 晚上12點之後 不准去街 是嗎 所有的大街小巷 全部有CCTV 你真是 是嗎 幾好啊 治安一定沒得頂 那還有什麼人權 人還有什麼自由 等於現在新加坡都學不學 那條小子整個有精神病院 極度反感 極度反感 丟一條16歲的小子 進去精神病院 政府需要什麼 做這些事情 大權在握 所以 你說 一個弟弟 當你判他有罪 或者守行為 或者之類 大家都還可以接受 你想想 丟他進去精神病院 長期虐待 他媽媽都說 以前這個小朋友 天真活潑 現在就變成另一個人 變成另一個人 就是 你進去精神病院 怎麼不瘋子 都變成了瘋子 到最後 目的就是這樣 是嗎 那你帶來新加坡人 自己又不爭氣 這東西應該出來講 誰敢講 誰敢講 又拿去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唉 說完都不用去新加坡 我們 咦 說完都不用去新加坡 算了 但是 其實也改變不了事實 用來用來用來 大家可以預測 可以預言 跟著下去又是這樣 又是人在街上被人打 你去旺角 一個不小心 你又被警察抓 跟著又發線下去 不過我只是說一件事 七一就不要搞 今年七一都不會人多 不會 當然不會了 你沒有議題 有 民情說 那個是議題 我現在印幾萬份單章派 全民制憲 重新立了 又繼續派那個單章 我們都有單章派的 我們都有 有訴求的 繼續 沒得搞 是嗎 那怎麼辦 等些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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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說 是 政改 有些人提出 重啟五部曲 我真的笑一聲出來 五部曲 已經有兩部曲 你還叫個重啟五部曲 即是變相承認04年 即是變相承認04年 即是火都來了 承認人大04年的釋法 即是將這個附件 一附件二修改了 又承認2007年 人大那個決定 是吧 然後分組投票繼續 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 比例不變 這些就是之前沒有的 大佬 是04年07年之後 才出現那個比例不變 是吧 那你還叫他重啟五部曲 重啟三部曲 應該是 你還原回最低 最低限度 你就是 我 我不敢違反基本法 是吧 反正我不像黃毓民的 Shot 我是尊重基本法 那你叫他回三部曲 三部曲 是什麼 知不知道 第一部曲就是立法會的三分之二 多數 意思是這個就是民意 三分二的立法會議員同意 支持 那然後行政長官同意 跟著人大常委會 避案或者批准 這個是基本法附件一 附件二 90年頒布的基本法 4月,你老母,你04年釋法,無緣無故加多兩部曲,一部曲就是行政長官寫政改報告,第一部曲,寫什麼政改報告? 接著被人大常委確認你這個報告,因為你的報告提出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可如修改,他確認你,他確認你可如修改之餘, 林家柵幫你訂一個框架,這個框架提名委員會過半數,基本法45條寫了嗎? 基本法45條就是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你現在把它變成十分一入閘,超過半數就是出閘,是嗎? 有的嗎?這些,寫了基本法的嗎?沒有的嘛,就是因為沒有,所以他才要整個框架出來, 那你人大常委會有他的憲勢的能力,憲勢的權力,因為最高權力機構,所謂最高權力機構就是全國人大, 全國人大休會期間,那個執行的機構就是人大常委會, 其實人大常委會真的是共產黨的橡皮圖章,這樣你都叫它重啟五步曲,你有沒有搞錯啊? 所以如果你泛民繼續說這個重啟五步曲,我真的不會放過你,大哥, 那現在修改基本法吧,是不是?或者搞一個全民抗爭,逼它要修改基本法吧? 那不用這麼什麼的,你起碼是一個民間的,這個修憲委員會應該成立,你是可以做的嘛,那個又沒有犯法,是不是? 我完全是很悲觀的,我現在告訴你,台長,即是否決政改之後,你不要同體五步曲, 但也都未必你一定要去到這麼盡,好像我們提的那個全民制限重新立約,你都可以做一些所謂那個政改,可以繼續民間進行,是不是? 在這個政治現實裡面容許的空間,繼續進行的嘛,可以繼續提出訴求,繼續去爭取的嘛,沒事的,不用死的,不會被人打的, 說都不敢說,立此傳召,我是中國人,三怕他不高興,如果他真是,最怕被人說數點亡組,如果他真是, 我也不明白這件事,為什麼現在發生這麼多事,一是共產黨很高興,但是共產黨不高興,你又很害怕,究竟現在想怎樣? 不知道他們想說什麼? 不知道他們想說什麼? 完全搞不懂,究竟想說什麼呢? 現在的情況就是,變了這幾年就是一個死局了,所以現在就大大聲告訴你,我們講經濟民生, 集中是講經濟民生,那你剛才那段過場是不是講民生? 跟政治沒有關係,當然有關係,還有你這個行政長官,挑你六八九,你想做多兩年而已, 兩年都未必有,現在泰洛夫,兩年有,因為他已經搞定了曾鈺誠, 曾鈺誠做兩年,曾鈺誠就被那個人侮辱,可能曾鈺誠講這些說話,就是叫他做兩年, 老叫我做兩年了,我已經有善定氣了,我家門口有人在陪回了,已經, 這些東西不是他放出來,那誰知道你家門口有人陪回啊,大佬, 說到這麼恐怖,說到這麼恐怖,曾鈺誠家門口都已經有人在陪回, 然後你辦事處偷聽的東西,那我們就是24小時被人跟蹤, 所以難怪我們收到電話,就是跟你兩個兒子收屍,這些電話都有, 是吧?我也有,是吧? 叫你來吧,我是說中山公安廳的,是吧? 這樣也有,現在問什麼也有,是吧? 我又對這些東西,我又不會不相信的,是吧? 我經常有一個想法就是,你要對付一個人,一個這樣的政權, 你走到天涯海角,他真的要搞你,你都不能走,去到這個地步先, 當年陳啟禮去薩江南國,後果是什麼?是吧? 你看到,很嚴重,是吧? 我信是,我信上帝的,你知道嗎? 我信有報應的,是吧? 沒得害怕的,是吧? 你每次都在那裡恐嚇,那怎麼辦呢? 我怕了你,那就可以了嗎? 是吧? 只要把你的家人推到美國,美國都不穩陣,如果全都追了你 他就說美國什麼什麼什麼,就說得了 是吧? 所以電話連我,我懶得聽了,算是吧? 但剛才你說過呢,就… 這些是最賤格的行為,那代表什麼呢? 是吧? 你一個政權,這麼大的一個政權,虛脅到這樣, 要做這些下三濫的事情,找些這樣的流氓,是吧? 是吧? 當然是入你帳,不用說了,是吧? 那些無理頭的那些,那些屎發行, 說你無理有人給他錢,他屎發行,打這些電話, 那種刑事恐嚇, 凌晨三點,早上六點, 為什麼打這些電話? 打電話,那些沒錢收,打這些電話做什麼? 他不恐嚇你,是吧? 他不說要搞你家人,那你怎麼付錢呢? 那些人,打這些電話沒錢收啊? 是吧? 他不恐嚇你,是吧? 他不說要搞你家人,那你怎麼付錢呢? 是不是? 那些人,打這些電話沒錢收啊? 不是,那個就是泳漢。 那些人,薄熙來,那些人的下場, 那他曾幾何時,那些人又是在那裡叫你害人。 駱基風光,是吧? 什麼風光,害人殺人是一樣的, 結果現在呢? 自己怎樣呢? 是一樣的而已,是, 就是, 人生就是, 你由你出生, 開始就奔向棺材, 我最近有看一段片, 那段片是說什麼呢? 那個女人生兒子, 砰一聲,那小孩子飄了出來, 一支火箭, 一邊飄出來, 一邊飛, 就由BB, 變成了小朋友, 少年, 青年, 跟著中年, 老年, 到最後,砰一聲, 進了棺材。 Life is shot, 就是這樣, 他要做些有意義的事, 休息一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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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